屏东街头有一位阿伯摆摊 但到底在卖什么呢 来看看他招牌上 两个注音符号 再加上一个G1G 都是注音符号 民众疯狂猜猜乐上网求解 有人神解答说他卖的是破布子 而且专业加码说应该是客语 如此的创意笑导了大家 实际上找到这个阿伯 他说是自创想法 可以用注音来写 跟别人不一样比较好卖 而这样的谐音也被夸说真厉害 阿伯摆摊有挂招牌 但有看没有懂 摊摊鸡 摊摊鸡是什么话哥 摊摊鸡 应该不是我看桌面上放的不是鸡肉 摊胃前一包包杂货 用后纸版写 这是新出摊摊鸡 注音符号摊摊摊的摊 两个摊加上鸡一鸡 引发疯狂猜猜乐 新出的摊摊鸡啊 他不会选那个果子 到底是什么 这位大姐一看就懂 他说选我正解 来来来 巡献找到照片阿伯本尊 啪啪鸡指的是这个 啪啪鸡 客家人讲的啪啪鸡啦 阿伯卖的就是自制的啪啪子 古早味食材 可以用来炒蛋蒸鱼 料理多一味 但摆摊做生意 招牌用注音 一度让人看了乌萨萨 有网友还以为是佩佩朱 知道是破步子 佩服阿伯谐音 创意无限 这招还真的有效 上门光顾客人不少 论做生意果然将还是老的辣 记者苏世伟屏东报道